华山基金会台东县天使网部 112年第四季义工训练 邀请了各乡镇20位的义工一同来参加 也请卫生局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执行秘书 讲解身心疾病以及病态人格课程 来提升义工学习的相关知识 并应用在孤老的照护上 义工们跟着音乐摆动身子 活动筋骨也展现活力 华山基金会台东县天使网部 112年第四季义工训练 28日在北南乡槟榔活动中心举行 邀请各乡20位义工一同参与 也请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执行秘书 讲解身心疾病和病态人格课程 来提升义工学习相关知识 并能运用在服务长辈与家人身上 借此提升自我照护能力 其实你只要结合资源的良好 你就可以让自己的效能提升更棒 那希望这些志工可以 因此去扩散出这些资讯 让周遭更多的一些长辈 也愿意成为我们的基金会的志工 来服务我们更多的一些需要的民众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课程 可以让我们的义工及我们的站长 在服务过程当中 可以提高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 那也可以协助到我们的服务的长辈 华山基金会在台东 已有1200位服务对象 但长期义工不到十位 因此其番借由活动 呼吁社会大众一起加入 关怀台东弱势长者的义工行列 为孤老们尽一份心力 这讲解 并哪讲不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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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